特征组为了追回贬家在瑞士的 2100万美元的这个黑钱呢 日前是透过了司法部罪的管道 把这个贬案的起诉书呢 英译本还有台北地院一审判决书 都送到了这个瑞士的司法部门去了 那么特征组指出说 这是为了要证明说 这笔钱呢的确是属于犯罪所得的 那么特征组说呢 是要这个瑞士的检方 把这笔钱先还给台湾 那么前提是应该要证明 钱是犯罪所得 那么陈水扁夫妇还有陈志忠夫妇呢 他们经过了特征组 以贪污洗钱等罪嫌来起诉 也经过了台北地方法院 一审的判决都有罪的确定了 那么这是我国司法机关的正式公文书 将有助于瑞士检方 侦办时候来做参考 不过特征组也说了 目前呢还没有向瑞士提出了 还钱的要求 原因是因为扁案还没有定验 那么至于要还多少钱呢 也还要再调查